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我們有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 對於有時候聞到一些氣味 或者是吃到一些特別的味道 就會引起一個想嘔吐或者惡心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聽到家人 都會經歷過這些情況 在同類療法上 有沒有一些療法可以幫助我們這些症狀 還有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出來的呢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沒試過嘔吐 沒有什麼人沒試過 然後惡心作嘔作 然後作悶 一個人都一定試過 可能是試過好幾次都不出奇的 當然惡心和嘔吐簡單來說是消化不良的那種症狀 但也有很多原因的 OK 包括因為你曾經所說的氣味 很強烈的氣味 有些很敏感的 是的 也可能是因為忍神嘔吐 OK 如果忍神嘔吐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我們都有另外一個專門說忍神嘔吐 大家如果遇到的情況 都可以參考一下那一集所說的 那雲浪 我也有一集是說雲浪的 是的 大家都可以的 還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消化不良 這個方面 那相關的課題 我們都有個別說過的 消化不良 食物中毒 雲浪 大家可以詳細些去參考一下 OK 也可能是搶緊了 這個比較嚴重一點 我們都沒有什麼 就是同學療法 有這方面的療劑 但我們都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教大家的 還有酒精中毒 有些人喝酒 喝到 這個都很常有的 OK 有些是吸毒 毒藥很多時候 戒毒之間都有這些問題 有些是因為藥物處方的副作用 或者化療 有些人化療之後 很多作嘔 未必 作悶很多的 和接觸有毒的物質 或者有些是情緒的原因 或者是焦慮 怯場 或者是爭恨 這種強烈的情緒 都會引起惡心和嘔吐 好了 症狀方面 惡心就是 胃部不輸的感覺 可能出現那些乾嘔 就是wretched 或者是嘔吐的感覺 嘔吐當然是透過食道和口看 強烈排出胃裏面的東西 嘔吐可能發生一次 或者很多次的抽筋 胃部抽筋 其實身體是用來清空胃部的 很多時候 如果你嘔吐出來的刺激物 是強烈的時候 就算在胃部 空了之後 被你嘔吐也好 這些嘔吐 可以繼續以乾嘔的形式出現 當然有時候 那些套 是直接噴射式的嘔吐 腸胃裏面的東西 強行吐出來 可以吐成幾呎 整個腸都被他肚子髒了都會有的 好了 有什麼拼發症呢 當然如果長時間的惡心和嘔吐 是可以導致嚴重的脫水和營養不良的 如果患者沒有辦法保持那個體液 就是體液超過一天 那可能脫水 就需要静脈地住 就是要這樣處理的 好了 那遇到這個情況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要留意 這種嘔吐呢 是不是經常出現的呢 是不是 經常出現的原因 還有可能間中一次 或者突然之間出現一次的可能的因素 會有些不同的 那嘔吐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樣子呢 還有呢 那個患者是有什麼樣子呢 它什麼表情呢 身體的姿勢怎麼樣呢 就是可以留意的 當然這個呢 你都一定會留意得到的 不過 好了 那同類療法的簡單的詞印呢 它治療一些劇烈 惡心和嘔吐的療劑呢 第一考慮呢 就是什麼呢 是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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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思義 兔根就是兔 是兔 是兔根 這個第一個 好了 好了 那當嘔吐的物質呢 主要是液體的 或者呢 可能是因為胃部 凍水在胃部變軟 暖了之後 就是喝冰水 喝冰水變暖之後才嘔吐 所以嘔吐出來是清水的 OK 這樣才嘔吐 那我們會用什麼呢 阿硝酸碧 阿硝酸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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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情緒壓力 或者導致的嘔吐 尤其是 憤怒 或者沮喪 或者 那個患者呢 是很難來嘔吐的 即是想嘔 又嘔不到 就是想這樣 那就考慮什麼呢 就是馬前子 Nux Vomica 馬前子的重心就是 他作嘔吐 但是又嘔不出 記住 這種是這樣的 是 這個就是馬前子的症狀 還有 如果是嘔吐血 吐出來的嘔吐物 好像咖啡渣的 那就要考慮淪 因為血 可能是舊的血 淪的人通常 平時給予一個很友善 很開放 很有同情心 很有誠意幫人 喜歡本身 喜歡喝冰水的 這種人 是鱗型的人 如果大家認識和療法 不同的體質 鱗劑 鱗型的人 是這一類的人 另外一種 就是煙草 Tobacum Nicotinum 煙草 最適合一些 因為動動而引起劇烈的 惡心和嘔吐 什麼呢 就是 雲船浪 有些人在雲船浪的過程中 出現嚴重的嘔吐 這個就是 煙草 Tobacum 另外一種就是 白黎露 Varadium album 對手 對手 那些人出現惡心 嘔吐 同時 吐蛇 上吐下 下 下 好 尤其是患者 是很怕冷 整個人都冰凍的 但是呢 冰凍得來 又想吃些冰凍和酸的食物 比如喝檸檬 和泡菜 這些 即是說 那人冷到死 上吐下 即是 上吐下 這個就是 白黎露的症狀 好了 那 跟療法的預期效果 其實呢 對這些 惡心嘔吐 是很快的 很快的 可能是幾分鐘 或者幾個小時 就看到了 那如果發現呢 不斷地重複嘔吐 惡心嘔吐呢 那當然呢 就要進一步了 找一場衛科專家 看一下 斷症 和確定的什麼原因呢 那或者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和療法醫生呢 進行一個體質性的 就是這些 經常性出現 可能是一個體質的治療需要 好了 那其他除了療劑之外 那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那就是 一 吸多些生前空氣啦 尤其是在車裡面 雲浪啊 那小吃多餐啦 那吃點鹹餅乾啦 會有些幫助舒緩惡心的 食物方面是清淡一點 喝點湯水啊 或者飯啊 粥啊 或者意粉 清淡一點的了 那茶呢 和那個醬汁啊 那個烤麵包呢 都可以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儘量 喝點清淡一點的飲料 飲品 那也可以用薑茶啦 中國人很流行的啦 可以幫助舒緩惡心的 很簡單 用幾片薑 用水裡面呢 煮一下它 或者沒有水 沒有地方煮的 就這樣錄一下它 也可以的啦 那也有時候呢 在我們用那個 按摩 穴位啦 按下那個竹三里 我調理那個脾胃的 那竹三里 是那個位置 在小腿上面啦 是當隻腿屈曲的時候呢 就可以膝蓋的 關節外側呢 有一個凹的地方的 那這個外 這叫做外膝的眼 那由這個外膝眼呢 直下四個手指的地方 的闊度啦 那這個就叫做竹三里了 那你那個位置呢 你按下去呢 可以舒緩的 那有時候 按一下它 轉一下它 是重複這樣做 這個一個穴位的治療來的啦 好啦 那再個別介紹 不同的療劑的重心啦 那第一個呢 就是荷蘭琴啦 就Actusia啦 荷蘭琴呢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尤其是那些嬰兒的嘔吐 我曾經是用這個療劑呢 處理過一個嬰兒呢 它是一個天生的食道呢 就是打開了的 就是不是簡單的 吐唇那麼簡單 它簡直是口腔都打開了 食道都打開了 那一個 就是出生的一個缺陷來的 那他們呢 就當時呢 西醫就幫它 馮了它 一個很大的手術 幫它整個口腔啊 尚惡啊 全部都馮好了 但是雖然馮好了之後呢 這個小朋友呢 都不斷地嘔吐的 是它簡直是用胃鏡 用胃管是在餵食物的 但是呢 那個嬰兒呢 就不斷地嘔吐的 就是這樣都處理不到的 結果呢 我就用了這個荷蘭琴這個療劑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驚人的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這樣的天生性的 整個食道打開了 要用手術縫回它 接著用胃管胃 但是找了一些液體呢 都照樣吐出來 那嬰兒子當然不長育 那時候呢 就是一個嬰兒子 那我就用了荷蘭琴 這個是嚴重的 那所以他們這些 通常什麼情況呢 比如那些小孩子 不能喝奶 OK 喝奶就不愁的 那嬰兒子呢 也都 荷蘭琴的人呢 很喜歡動物的 就是有這樣的性格的 很多養好很多的動物的 那通常呢 就是那些嬰兒嘔吐 大量的語言塊 就是一塊塊的 那樣走出來的 那所以呢 初生嬰兒的嘔吐 輻射呢 這個是首要的療劑 這個是很好用的 就是荷蘭琴 好了 第二種療劑呢 就是阿硝酸 Bismuth Bismuth呢 其實呢 都是一個西藥來的 就是大家有時候呢 你有看到藥房 都可以現成 都可以買到這些 這種西藥的 但當然呢 我現在講的是 一個是同療劑來的 更加安全的 好了 那通常它的陣型呢 就是呢 它很喜歡喝一些凍水的 但是呢 當這些凍水 入到胃那裡 是慢慢暖了 那些凍水在胃變暖了 就想吐出來 這種這樣的陣型 過程就是這樣 有時候問得出來這個情況的 還有呢 它呢 液體的呢 比固體食物更加容易吐的 就是反而固體食物呢 沒有那麼容易吐出來的 但是喝液體呢 是那個 尤其是水那些呢 就反而容易吐的 那從日呢 這個人呢 比固體食物的小朋友呢 都喜歡拿著媽媽爸爸的手的 就是要人陪伴他 那樣的 那當時呢 胃都會痛啦 有灼痛和抽搐 那痛到呢 就是好像呢 那個胃裡面 掛了一個很重的東西 掛了在那種感覺 那樣的感覺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阿蕭酸Bismut 這個的症型來的 最簡單的 如果說呢 飲液體 更容易吐過食固體 那跟著呢 就是 吐筋了 OK 吐筋 那吐筋呢 是比較嚴重的啦 持續性的惡心啦 還有呢 吐了之後呢 都不會舒緩的 有些人一吐了之後 舒服了一會兒 但是吐筋呢 吐完之後呢 就是一點都沒有舒緩的了 那呢 幾乎呢 在所有的情況之下呢 都會吐 就是會惡心和嘔吐的 那還有呢 惡心得來呢 發現呢 那個舌頭呢 很乾淨的 就是通常呢 你會覺得 啊這個腸胃不適啊 那舌頭會看到 應該有些白啦 是不是 有些白的舌頭 但是它是很乾淨的 那還有呢 他們呢 是很不喜歡食物 和食物的味道 一聞到食物的味道 就不舒服的了 那通常呢 有些時候呢 它吐了的時候呢 吐了之後呢 吐出血也有的 嗯 出血和惡心同時出現的 那還有它是不口渴啦 還有呢 嘔吐更壞 就是不是嘔越好 越嘔越差 還有暖是比較差的 好了 跟著呢就是 馬前子 馬前子 Nuxvomica Poison Oak 通常呢 是因為那個 憤怒啊 那個煩躁啊 或者沮喪 那種心境引起的 惡心和嘔吐的 那麼惡心得來呢 很大力想吐 但是吐不出 記住一下 有這樣的作夢 想吐 但是吐不出 那些人非常煩躁 和不耐煩的 那馬前子的人呢 都是那種 典型的那些 workaholic 工作狂的人 來的 常常呢 就要做第一 做得最好 這樣 就是好競爭 好競爭 吹無求之 所謂典型的A型的人格 那種嘔吐呢 是很劇烈的 這個就是馬前子的症狀了 跟著 鱗 通常呢就是 吐血 和操出的咖啡渣 咖啡渣就是那些 凝結了那些 就是血 通常呢 他們就很喜歡喝凍夜的 凍夜喝了之後呢 就會很舒服 但是呢 在胃口 胃裡面呢 這些水凍夜變得暖 又想吐的 那些鱗型的人呢 他性格就是很外向 高高瘦 很開心啊 有同情心啊 有善的 經常喜歡結伴 玩的 有很多朋友的 平時呢 他喜歡喝凍夜的 就像冰水啊 汽水啊 這種人 有很多人的人 好了 跟著呢就是 烟草了 Tobacum Tobacum的症狀呢 就是那個 惡心很新鱗 就是作梅那種 惡心很嚴重 那些人呢 就覺得寒冷 濕冬 面色蒼白 加上惡心 通常呢 是雲浪呢 小小小動動呢 都會容易雲浪的 那麼 那人冷 但是呢 就打開新鮮空氣會好些 比如雲浪 雲車浪都好 他常常想作吐作悶 他打開窗門 看看他 那通常呢 他會惡心 惡心得來呢 就有些 吐了小小的口水 他未必會吐出來的 所以 今天口水流了出來的 那小小動動都不行的了 那 那 什麼令他差呢 烈焗就令他差 所以要打開窗門 新鮮空氣衝一下 還有抹大眼睛會差的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人 通常呢 就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他覺得這樣才舒服一些 這個就 煙草這樣的陣型 然後呢 就是白黎露 Varachium album White Halaborate 白黎露 這也是很劇烈的 惡心 還有輻射 記住啊 輻射很多時候 一同時出現的 嘔吐的時候呢 就蠢身 滿頭飙冷航 冰凍 出冷航 接著呢 他那種嘔吐呢 是一種噴射式的 那種嘔吐 好喜歡喝酸的東西 尤其是 很多汁的水果啊 泡菜檸檬啊 鹽和冰的 冰是令它差的 你看到呢 這個是怕冰 又嗡又吐 飙冷航 噴出來的東西 你看到呢 雖然在這個惡心 嘔吐呢 我們都有幾隻 主要的療劑 其實每一隻的療劑呢 這裡介紹了七隻療劑呢 都有個別的特性 OK 所以在同學療法 用療劑的時候呢 大家記住呢 都要辯證的 就是小心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簡單的資料 每一個重心呢 你都要去分辨 才知道 為什麼我會用馬前指呢 為什麼我會用輪呢 就是每一個都有它的原因的 好了 當然呢 惡心呢 除了簡單的惡心 我現在所提及呢 也都可能有其他的 譬如可能是任神呕吐 我們有任神呕吐的那一張 自己可以去看 可能因為那個雲浪 雲浪除了那個煙草呢 有其他的療劑 OK 那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其他這方面的課題了 嗯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呢 袁醫生呢 將這個 同理療法 這些臨床上面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 遇到一些健康上面的問題呢 無論是你自己 或者你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的時候呢 都可以得到一個 及早治療的功效 而家中常備那個 療劑的套裝呢 就可以有病無患了 那也都可以 所以你不會說 在一個最佳的治療 那個黃金期之內 就可以把你的健康 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不會等到呢 就是遲了 或者去到呢 一些後遺症之後 的時候才去處理 雖然好像我們說 一些問題 好像很簡單 很輕輕 但是 之前我們提過 好像今次說 這個惡心吐吐的時候 如果這個人 經常都是出現了 這些情況的時候 可能他是聞到一些氣味 或者是雲浪那些 都對於在生活上面 其實都造成很多的不便 但是你認識了一個 同類療法 認識了怎樣去 用那個療劑 以及有那個套裝 在這裡的時候呢 你隨時就可以 是得心應手 這樣用到下去 就即時解決了 那些問題去 是達至到我們 希望各位的聽眾 都可以一個 健康快樂的人生的了 大家知道了 痛的療法 它最顯著最拿手的地方 就是處理一些急性的病 OK 當然了 急性的普通的病 效果是驚人的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身上 在家裡沒有這些療劑 有時候你遇到這些問題 不能即時快去解決的 所以我們公司已經遇到一個很大的 大概一百多隻的療劑 基本上我們所教的那個 用的療劑 這個套裝裡面全有了 那我都是很建議 大家好好地投資 在這個工具身上 那這個呢 令到你呢 是能夠及時處理的問題 因為尤其是急性問題 就不能等的 即使你約時間看醫生呢 你都可能都要等 即是你去都要幾個小時 是的 急箱窗進去 你都可能又要排一大輪 但是如果你手上 有這些療劑在這裡 你可以這樣說 在可能一、兩個小時 半個小時、兩個小時 搞定了 那關鍵就是你家裡 手上有沒有這個 一套的療劑 痛苦療法的療劑 的好處是 不會過期的 雖然你買了一百多隻 我會不會用這麼多 或者我到時才買呢 其實呢 急性的問題 你到時買已經來不及了 譬如有些人呢 雖然現在經常聽到 中風啊 這些問題 中風的問題呢 是有一個很簡、很短的黃金時期的 那這個黃金時期呢 如果你家裡 就是那個有這個療劑呢 你即時應用呢 是可以避免很多 將來的那些後遺症 OK 所以希望大家呢 是了解這件事呢 好好的投資在健康的身上 是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做這個治療法於你 專講這個同理療法的一個目的 來的 多謝余醫生今天和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預約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想查詢療劑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健康食品的 可以聯絡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 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 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於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余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